眼部朝下被发现城市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 这对那名妇女试图入境美国寻求避难 但最近美国边境管制变严格 一再拖延之下爸爸等不及只好冒险结果不幸死亡 许多被驱逐出境的中南美洲移民 为了不被抓到经常得从危险路径进入美国 今年5月非法移民被捕人数也创下自2006年以来的新高 其中60%都是小孩与家庭 多数都是为了寻求庇护 边境保护局在美国德州克林 一间收容移民儿童的安置中心 日前也被曝出收容人数爆满 环境未深堪忧 种种迹象都凸显美墨边境逮捕人数激增 造成资源不足应付的窘境 原本已有250名儿童被转往其他地方 但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 今天又有约一百多人被送回来 有律师和医师等人组团参访收容所后 对外示警 说设施内安置超过300名孩童 部分已经被收留了好几个星期 期间食物和水源都不够用 收容所里孩童的情况令人堪忧 带来新闻杨洁如编译